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也称为重力与反重力定律 如果有两个物体甲跟乙两个物体 甲给乙重力的时候乙会同时给甲反重力 两个物体如果互相失利 彼此之间会同时产生重力与反重力 而重力与反重力这两个力的关系 它们的量值是相等的 可是彼此失利的方向是相反 这两个力会同时产生 而且也同时消失 所以它们重的时间是相同的 重力与反重力因为是重在不同物体上面 随时不同的物体受力 所以比方说甲对乙失利则乙是受力 而乙给甲反重力这时候是甲受力 所以甲给乙利的时候是乙受到作用力 乙给甲反重力的时候是甲受到力 因为是两个不同物体互相受力 所以重力与反重力这两个力是不能互相抵消的 可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重力与反重力 它们是在同一个系统里面的话 那这样重力与反重力 它们就会互相抵消 所以比方说我们看旁边这个图形 这边有一艘帆船 船上有个电风扇 当电风扇吹反的时候 电风扇给反一个向左的作用力 而当电风扇给反重力的时候 反会同时给电风扇反重力 所以这时候电风扇会收到一个向右的反重力 所以当反受力向左边 而电风扇受力向右边 两个不同的物体受力按理讲应该不能够抵消 可是我们发现反是在这艘船上 所以当反要往左边跑的时候 这时候电风扇也在这艘船上 这时候电风扇要向右跑 所以我们就说反跟电风扇 它们是在同个系统里面 而在同个系统上面的话 这两个列我们互相称为叫做内力 这时候这两个列它们会互相抵消掉 所以这时候这艘船就会维持静止不动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个图 像在这个图上面有AB两个弹簧 我现在用手去拉B弹簧 所以手对B弹簧有一个向右的施力 B对A弹簧有个向右的施力 A弹簧对墙壁有个向右的施力 可是手拉B弹簧的时候 B弹簧也拉手 所以手给B弹簧向右的力 B弹簧给手是向左的力 这两个力是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这两个力会互相抵消掉 而B弹簧拉A弹簧向右拉 这时候A弹簧拉B弹簧也会向左拉 因为B拉A和A拉B两个是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可是一个是B弹簧受力 一个是A弹簧受力 至于A弹簧拉墙壁 A弹簧给墙壁一个向右边的力 可是同时墙壁会给A弹簧一个向左边的力 所以A弹簧拉墙壁向右 墙壁拉A弹簧向左 这两个力也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做用在同一直线上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重力与反重力的性质 准备